神色 神色 佛家叫神色 世間人叫靈魂 靈魂來投胎 靈魂來投胎 絕對和父母有緣 沒有緣他不來 有人想子女想一輩子都沒有 他沒有緣 有緣的碰不到 什麼緣 佛體經常跟我們說 緣很多很複雜 不外乎四大類 四大類叫四緣生法 那四大類第一個是報恩的 那個小孩來到你家 非常乖巧 聰明可愛 他來報恩的 就是我們中國人說的孝子賢孫 所以人要報師恩德 為什麼呢 你將來的兒孫報恩來的多 如果和人結冤受 這種事情就麻煩了 將來那個小孩來你家是報仇的 你不是就麻煩了嗎 我在早年 四十幾年前 在台北講寧言經 我們有個聽眾 現在已經不在了 他往生了 一個老居士 年紀比我大很多 年紀比我大很多 大概大我二十歲 老居士每日來聽經 我們講到經典裏面的事情 他就跟我說 他說這種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他在抗戰之前 抗戰未爆發之前 住在上海 那時候他已經做生意 親眼看到的 不是他自己 是他一個朋友 年紀都差不多 非常好 也是同鄉 他們是浙江人 那個朋友 幫一個德國人 做生意 德國人在那裡經營一間 小型輪船公司 好像只有一艘船 他那個朋友非常老實 做事認真負責 所以好得老闆信任 抗戰爆發之後 那個老闆是德國人 回國去了 就把那間公司委託給他 叫他好好經營 那一回去之後 連消息都沒有了 也不知道人在不在 他經營那間公司 經營得很順利 賺錢以後 又買了好幾艘船 變成一間輪船公司 那時候 在抗戰之中 日本人 佔據上海 他生意 做得不錯 也結婚 生了個小孩 然後 那個小孩確實 也很可愛 也乖巧 是個男生 抗戰勝利之後 那個朋友年紀也很大 好似個五十歲生日 那個小孩十歲 那個小孩非常喜歡洗錢 讀小學 身上都會帶十幾元 那個時候十幾元很大 在抗戰期間 十元如果是四口之家 幾乎可以夠一個月生活費 錢很值錢 有一天那個小孩在馬路上 錢跌了 被一個老人撿起來 那個老人和他爸爸也是朋友 都認識 就叫那個小孩的名字 錢拿在手裡 你叫我一箱伯伯 我的錢還回給你 那個小孩怎麼說呢 你叫我一箱伯伯 我再給你十元 你 那個小孩還皮到這種程度 過生日那一天 他突然看到那個小孩變了 就是他以前那個老闆 才康然大悟 他老闆死了 投胎到這裡來 那些財產是他的 所以他很聰明 當場就宣佈 那間公司全部財產給他的兒子 他和他的兒子打工 他和我們講這個故事 那個小孩來討債的 他委託你經營 沒有送給你 他又來了 那個人忠厚老成 宣佈之後 就是打工的身份 以後還平安度過 最後那個烏居士 他們去台灣 也沒有再聯繫 但是以後的結果 我們相信他會做得很好 因為那個人懂得因果 他沒有貪心 對小孩還照顧得很周到 所以他分明是土債來的 你對他好 他也對你好 也會好像以前一樣 對你相信 對你相信 對你信任 佛講得沒錯 個兒子不孝 侮辱父母 甚至殺害父母 這是來報怨的 還有來土債的 有還債來的 佛將他分成這四大類 因為 覺悟之後 無論是什麼關係 大家一起學佛 變成同參道友 自己開悟 也幫助家親眷屬 個個都開覺悟 這樣就好了 也就是經常常講的 佛不到無緣之人 無論跟你是怨是親 是債無糾紛 總而言之都是有緣人 碰在一起 要用佛法來解決 這樣就對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請訂閱